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医学系二年级李坤汉 然後我上一期就修了張老師的本草學語物質文化 然後先謝謝張老師一學期來的指導這樣 然後這個是我們其中一個報告的內容 然後因為主要我們上課就一直在探討說 就是現在坊間或者是一些廣告都有一些類似乙兒傳兒的 就是類似中醫或是本草學的知識 然後所以我們這個報告的發想就是想利用就是 就是張老師上課所教的就是我們去翻閱一些古籍 或是古代本草學的樹木 像是本草崗木或是神龍本草金那樣 然後去看它是不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這些知識 是不是有對應到跟以前的是不是有相對 然後我們發現其實古代本草學的書上其實並不是這樣說的 然後其實然後我們再去參閱一些像是西方醫學的無限也指出就是 其實很多都是以而常而的誤傳 對然後呢像我們討論課的時候也一直討論到就是包括就是在中醫與西醫的整合方面 因為我們本身陽明大學就是醫學或生藥科技相關的嘛 所以我們在討論這方面應該如何去整合或者是如何利用實證的方式去研究一些古代本草學書籍 我們如何去求證這樣 對然後其實上課的時候我們也講述了很多包括本草學一直演變下來的歷史 還有本草一些各個朝代就是經典的本草學著作甚至有講到就是外面有貼一張我們的海報 就是我們討論課上面畫的就是宋代本草貿易的 那時候中國與其他地區貿易的情形這樣 然後甚至還有講到日本本草學就是它的歷史 然後它與中國本草交流的情形 然後這大概就是用我們這個影片就是用我們這一學期所學的知識以來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科學的方法然後去探討這樣的議題 大概是這樣 謝謝 那在科技與社會領域的最後一門課是知識與文化 大家好 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知識與文化這門課 然後首先我是物志一的楊明明 我們這門課是在幹嘛呢 首先我們上課之前都要先看英文的文章 然後上課之前也要先寫學習單或是摘要 然後當天上課時候我們都會跟助教討論 就跟助教討論有關那個禮拜的那個禮拜的那個文章 看我們有哪裡不懂或者是有哪裡 對那個禮拜一個文章有什麼想法 然後上課時候我們都會跟老師討論 老師都會告訴我們有關那個禮拜的文章的文化 或者是背景 然後每個人一定要發言 就說說我們的感想 對那個禮拜的感想 然後我們都會有期末報告 因為我是來自印尼 然後期末報告是有關知識與文化的主題 然後我就選出華僑在印尼的怎麼存活下來的 因為我們華僑在印尼曾經有被歧視過 尤其是在18世紀1998年的時候 那時候華僑都會被搶劫 或者是女性都會被心騷擾 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趕走華僑 就嚇跑他們 然後當然就是換了總統 就是過了1998年之後就換了總統 那個總統就讓印尼當地人就慢慢的接受華僑 然後當然印尼華僑 就當然華僑在外國一定會受到不同的影響 然後一定會有跟原本的文化有點不同 然後修了這門課 我覺得我學到了不少東西 尤其是時間管理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我們每個禮拜都一定要抽一段時間來讀那個文章 然後才可以寫載藥 然後我們每個人一定要發言 然後我覺得就可以讓我自己更自信 告訴別人我的想法 然後我覺得修了這門課 我真的可以有在分析方面有很大的進步 還有會學習到如何是正確的討論 我的結論是 為什麼呢 因為雖然這門課對我們大學生 尤其是大一或大二的學生來說 有點有點難 但是修了這門課真的不只是學到知識與文化 還有我們的思想會更進一步 謝謝大家 在一個聚會裡面 或許有一個人比我搞笑 然後就沒有人注意我 我覺得很嫉妒那個人 因為好像我沒有存在感 或是在臉書上看到同學得獎的時候呢 也會有一種失落感 或是看到他們在跟誰出去玩而沒有邀我 就會覺得說 哇他們都好受歡迎 他們的生命都好充實 只有我在這裡什麼都沒有 那所以呢 這就促使我做這個報告 我想要知道什麼是嫉妒 還有根源是什麼 我要怎樣才可以免除這個 讓我痛苦的情緒呢 所以首先呢 我就開始研究 什麼是嫉妒的根源 我先用自己的腦袋想 我猜個人的 這可能是因為個人的快樂 經歷在他人的肯定上 就像是剛剛我說的 別人受到稱讚的時候 我就會感到嫉妒 因為他被稱讚的時候 他的地位就提升 那我停留在這裡 那不就好像自己被貶損了一樣的意思嗎 那所以呢 我就會覺得很痛苦 就開始嫉妒 可是 常常我們在輔導課學到的知識都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 自己證明自己的存在 而不是 把自己建築在別人的肯定上 那 我就想說 自己怎麼可以確定自己的想法是真實的呢 全世界這麼多人 他們精緻的腦袋 他們的想法 經濟起來的觀念 不是比我自己一個人的想法可靠得多嗎 而且我們要看到自己 不是要透過一面鏡子 才看到自己嗎 那這面鏡子 不就是許許多多的別人嗎 所以呢 我還是感到很難過 或許這是因為自卑 所以而導致我的嫉妒 那後來我又想一想 或許也有另外一個說法 可以來解釋我的嫉妒 就是呢 我的嫉妒其實不是嫉妒 我只是好搶而已 因為呢 經常例如說 我嫉妒一個人 他的成績比我好 可是有一天呢 我考贏了他 在那個當下 我的嫉妒就消失了 我還可以自在的跟這個人交往 所以說 只要我跟一個人 保持一種優勢的關係的時候呢 我就沒有嫉妒了 所以我可以說 我不是一個愛嫉妒的人 我只是很好強而已 但是我在查詢網路的時候 看到一個心理學的解釋說 嫉妒本來就只會發生在跟你 同一個競爭領域的情況下 例如說 舉個例子 一個農夫 他不會嫉妒皇帝的權勢 他只會嫉妒另外的農夫 收成比較好 或是 一個女人會嫉妒另外一個 跟他的老公關係很好的女性 因為他們都處在同樣一個 領域的環境下 所以他們才會互相嫉妒 那 所以我假設又失敗了 我就是一個愛嫉妒的人 那 我要怎麼辦呢 我一開始 想要覺得方法是 我可以多想想我自己的優點 我有一些東西 別人沒有 所以我根本要這樣 苦苦的對待自己呢 但是這只是一種比較而已 你總是會碰到這個方面 並強的人 所以你就不斷的呈現在這種情緒裡面 然後沒有辦法自拔 那既然靠自己沒辦法解決 我就開始在網路上查查 仙蛇的看法 首先呢 是基督教 我們都知道 基督教的實踐跟我們說 不可以貪戀別人的房屋 也不可以貪戀別人的妻子 不必牛爐 並他一切所有的 這是舊約 那新約的時候 愛之歌說 愛是不嫉妒 所以基督教跟我們說 嫉妒是一個不好的情緒 然後我又繼續查詢之後 我又看到了 這個有名的哲學家 舒本華 他說 人類的行為有一個基本的動機 叫做 惡毒 平常我們用禮貌跟聰明來掩飾這個本質 可是其實惡毒的兩個根源就是 嫉妒和行災樂禍 所以我就知道 喔 原來嫉妒是 本來就存在我們的身體裡面的 這是沒有辦法根除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繼續查詢 我要怎麼辦呢 所以我就看到了尼采 尼采跟我們說 我們通常被教導要為嫉妒感到休息 這就是基督教告訴我們的事情 但是呢 基督沒有錯 我們要從中學習 因為他告訴你自己 你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你會嫉妒什麼 通常都是代表你在那件事情上 想要更進步 所以呢 尼采跟我們說 你不要害怕你的嫉妒 你要接受它 然後從中繼續進步下去 所以在自我剖析的過程中 我從發現自己的嫉妒 然後要來用基督教的方法根除嫉妒 然後看到舒本華 跟我們說的嫉妒不可以根除 再來是尼采跟我們說 我們要跟極度共存容 但是我覺得這樣還是怪怪的 因為我仔細一想 尼采跟我們說 有極度發現的自我 可以讓我們跟別人互相比較之後 繼續往上進步 然後呢 你總是會發現一個人比你更厲害 世界上總是有比你更高強的存在 所以你用尼采的方法 你總是會發現自己不夠好 所以你總是在不安的回旋 裡面輪迴 顯然尼采不能讓我們有一個安穩的人生 所以呢 我們不能用尼采的方法 那後來舒本華跟我們說 極度是沒辦法消除的 它存在在你的身體裡 可是修長哲學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透過修長的方法 來改變自己的個性 所以呢 我相信極度是本來就存在 可是我覺得 我們應該有什麼方法 可以把它擺脫掉 那極度教 就像剛剛說的 你只要相信上帝 上帝的愛充滿了你之後呢 你就可以擺脫了極度的惡魔了 那修長哲學也跟我們說 我們要關注的是我 我我 而不是靠著他人的幫助 那我高中讀過一本書叫 要逃避自由 他就說人類天生不喜歡自由 他需要一個外在的力量來 告訴他他應該怎麼做 那我本來是被極度控制的 現在我只是被上帝控制的 這有什麼好處呢 雖然這樣對基督徒 會有點冒犯 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用 自我來活出自己的人生 那最後我就想到 我在學習初 老師上課跟我們說 蘇格拉迪告訴我們要 關注自我 而不是關注自我 要認識你自己 什麼是自我的 自我的就是 像是你追求金錢 追求記憶 那些都是外在的東西 都是你的東西 而不是你自己 就好像現在我追求別人的肯定一樣 那是外在的錢 那是外在的獎勵 所以我不是在雕塑我自己 蘇格拉迪跟我們說 我們要雕塑我們自己 意思就是 例如說你在踢足球 你練的是你自己的技巧 進步的時候是自己給自己的成就感 那別人比你厲害 那只是一個參考而已 它不是你追求的目標 別人讚賞不是你的本身 所以依照這個原則 或許我就可以擺脫基督了 那結論就是我另外看到一本 阿德勒 炫耀阿德勒思想的書 叫被討厭的勇氣 他說人在一生中 是在平面上奔跑 基督就是 你看到你在一個梯子上爬的時候 上面有一個人在你的前面 你就好像把他踢下去 然後變成第一名 可是阿德勒跟我們講說 人在世界上的努力 只是你在平面上 一個無限廣大的平面上 你朝一個方向 努力著 或許有一個人好像站在你的前面 可是你從上往下看的時候 這個平面是無限廣大的 你們是在同一個層面上 它只是跟你在不同的點上 那它跟你是沒有關聯的 你只是在跟自己賽跑而已 你只是朝一個方向不斷的前進 沒有所謂誰先誰後的問題 那沒有比較也就沒有嫉妒 然後你也活出了你自己 那這就是我今年的報告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剛剛關於季度相當深刻的討論 那我們下一個報告是 公民哲學護理心一年級的周哲偉同學 他的題目是 出身之哲不畏學 好各位師長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今天我要報告的是 公民哲學的這堂課程 那我的題目定為出身之哲不畏學 這有兩層的意思 一層是不必畏懼哲學 而另一層是以我的角度 就是周哲偉出入哲學來探討哲學而學習的路程出發 那麼我今天介紹的大綱如下就是 首先我會介紹核心的重設法則 解釋重設法則的意義 還有它的調節方式 並帶入一些例子講解 然後最後則是為本篇報告做一個總結 好那麼首先我想先從 完形心理學這個角度出手 我想在座的各位一定都知道 完形心理學是什麼 但可能就是不知道它的名詞是什麼 但我想讓大家先看這一張圖 然後我想做一個小小的互動 那就是剛剛看到這張圖的 那個第一眼的瞬間 就是如果是看到人頭的話 可以先舉個手嗎 哦好 那如果是看到一座獎盃的人呢 可以舉個手 哦沒有 太神奇了 好對 那其實在完形心理學它的核心概念 是整體不等於個體的總和 也就像剛剛大家 有人可能會舉手說 我看到的是兩個相似的人頭 那有人可能會說 其實我看到的是一個獎盃 但是其實你 就是好像你無法把他們兩個同時的融合在一起 對那也就是貼切到我今天想要說明的主題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每個人觀察到的事物面向不同 所以出發的立足點就會有所不同 而經過不斷的改變你的視野就會有各式的想法 那因此藉由這個角度我想帶入今天的主題 重色法則 那在重色法則是鄧老師在我們上課的教材 就是公民如學一書當中提倡的概念 藉由夢學的傳統來延伸其在當代的意義 那夢學利用重色法則連接到君子對命與性的基本抉擇 在人性與人意的爭論當中以施斷施心來引導人去感覺基本抉擇 價值判斷 然後在老師的 鄧老師的理論之下 則是重新檢討重色法則在現今多元民族文化社會 要如何去調解情勢以及作為一個論述的依據 然後在重色法則當中 因為每個人的視野價值觀不同 所以切入問題的角度就不全然一樣 也就是在面對問題時最初的取景方式會有所差異 即是如何去設定問題而產生不同的解讀方式 正如圖中的這個小妹妹正拿著一個相機在取她拍攝的景象 那你會先有自己的取景方式 然而在辯論的過程當中 因為會有不同想法的輸入 所以會不斷的重新設定推論的框架 然後就像拍照時 你也會不斷的重設視野裡框架的遠近大小 然後經由彼此思考而能調整視野 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向來調解你的問題 那麼接下來我想先說明一個例子 就是由蝦子摸象的故事來解釋 然後在故事當中可能最左邊 最左邊那個人他摸到的是大象的鼻子 那他就會認為他是一條 就是大象是一條繩子 那摸到耳朵的人可能就會認為大象是一把扇子 然後他就會反駁前一個人的說法 而摸到大象身軀的人都會說 我覺得是一面牆耶 所以他又有另外一個看法 最後有人可能會說他的意見是大象像是一根柱子 於是大家的出發點不同 所以摸得不會也會因為自己的感知而有所不同 因此我們知道一個事物 但是我們現在要來探討他 然後在別人的耳裡聽起來可能就不那麼接近事實 當我們認識事物的時候 我們能藉由從設法則 從多個方面多角度的觀察 經由不同面向的取捨同步調整其中的框架 也就是當每個人聽到別人認識的方法的時候 可以積極調整自己的位置 像剛剛摸到鼻子的人可能也可以去摸摸看大象的身體 然後摸大象身體的人可以去摸摸看他的耳朵 就是會有不同的想法 而你看待問題就會有不同的觀點 那當我們在做哲學思考的時候 是希望能回到最根本的原點去看待事情 彼此的出發點不同就會不斷的設定框架而重新看待這個問題 那這樣原本就是原本可能大家一個在這一個在這 那問題可能是這裡 然後就是將他們彼此的差異拉回來 找到一個最適合的方向 找到一個一致的目標 那在此我就想到一句話 就是珠希的關係有感當中提到的 問取拿得清如許未有源頭活水來 因為大家的創新的思考不斷的注入 那儒學也是因為有不斷大家的思想激盪 而才能繼續這樣存在於社會當中 也就是說當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源頭活水時 將想法匯聚就會形成一道新的水流 而找到一個方向 那麼接下來除了蝦子撥象的例子呢 我還想在談談課堂上我們討論到的性別平權的問題 也就是將重設法則帶到多元民族的社會當中 那性別平權的問題呢 我們討論的內容主要是就 目前社會結構於制度面來說 女性擔任內閣的比例人就偏低 是否應該用人為財 或是保障女性基本的名額 那我們就對此展開一些論述 那有些人會認為說 在領導者的部分 女性可能會因為過於細心 但是這樣就會無法注重到整個大局的局勢 那就會有人會認為說 我們應當從根做調整而從教育面著手 用人為財 也會有一方面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保障女性的名額 因為這樣子才有她實質的象徵以及價值存在 那在討論這些的過程當中 就會有人想到 那我們的這些制度面的問題 制度到底是由男性還是由女性來定定的呢 如果是由男性來定定的話 那因為不同性別的角度看待問題 就會影響到她的公平性 也就是當由男性的角度思考時 她無法注重到女性 同等的感覺到女性的角度 而無法幫上忙 因此針對結構本身來重設問題的話 我們不要手掌人數只有一個人 而是由一個團隊來共同制定而解決問題的話 團隊裡有男也有女 那就不會有性別上的問題 對 就不會執著在 就是制度是男生還是女生來定定的 那這其實就是重設法則之下一個 找到一個方向 當然大家還可以繼續利用重設法則 然後找到另一個方向來解決問題 那當然其實要達到這樣子的目標的話 實際上人需要很多社會方面的介入 像是經濟啊 政治 然後這樣才能達成目標而實施 那在重設法則的失戀當中呢 便是希望我們能夠佔到公民論述的位置 以公民的角度 然後善用我們公共的資源 然後進行深度的對話 尊重彼此的意見 進而調解情勢 好 最後我想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就是除了上述提到的 佔到公民論述位置 進行深度對話討論 而調解情勢之外 你或許會認為這樣的重設法則 是否有扭曲他人意思 為反對而反對的情況 但最重要的是 因為你認為重要的 我不一定會認為重要 而我認為重要的地方 你也不一定會認為重要 所以重設法則的要義 不再直接駁斥對手的結論 而是在調整觀點當中 用新的推論框架 取代對手的推論框架 在重新調整框架當中 靜下心來聆聽 便能知道對方是如何設定問題 進而調整自己的視野 承接對方觀點 也是了解一種不同看待問題方式的 一個角度 那在此我想呼應一下 我剛剛最開始提到的玩心心理學 也就是這張圖 我想問問在座的大家 有看到什麼東西嗎 有嗎 對有 就是在這邊有一隻狗 對 這是他的頭 然後這是他的腳 對 這是玩心心理學的一個圖 那我第一次看到這張圖的時候 我大概看了三百秒 我都不知道那裡有一隻狗的存在 也是經由別人的視野下告訴我 我才知道那邊有一隻狗 所以就是承接他人的觀點 我們就會有不同看待事情的角度 對 好 那當然不是所有的問題 都適合用重設法則來解釋 若只是單純的邏輯 是非問題 或是在確認事實的情況之下 重設法則就會不適用 而是要當重要的議題 備受爭議時 我們雙方有了旗見 從這法則變成作為一個辯論的手段 那過程當中 我們會不斷調整 互相學習 妥善處理彼時之間的差異 那在日常生活中 當我們面對議題時 就能更深入的思考 而重新做選擇 以及價值上的判斷 好 然後 這些是我以初學者的觀點 然後沒有過多的哲學理論 以及形象學的探討 來說明一種看待問題的方式 對 出生之哲不會哲學 好 然後這是我的一些參考資料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洪振宇 目前就讀生物醫學工程學系一年級 那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在上學級經學與人生課程之後 我的一些想法和收穫 這是我的大綱 我一開始會演講我的動機 還有養老師上課的一些特色 以及整個課程是如何去進行的 那接下來我會把重點放在選擇這件事情上面 這行課程出現了十分多的選擇 而請莫報告 自我評估其實也都是一種選擇 那最後我會回顧 從開唱學級上課到現在的一些想法跟心得 上這堂課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中研院到陽明大學的路程來回要兩個小時 在時間規劃下 我決定修了學長哲學以及經學與人生這兩堂課 那另外一件原因是因為剛上大學 我希望在往後的醫學專業領域課程之外 可以多學習一些文學性的課程 經學與人生這堂課給我一個在現代社會中去思考 傳統儒家思想的一個空間 這樣可以 愛情觀、婚姻觀等等 總共十個面向去剖析我們的日常生活 並以此去描述我們在 固定儒家思想在我們思想生活的一些想法跟應對方式 其實在課程一開始的時候 我找不太到方向 後來才發現 其實姚老師的上課並不是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 我們每一個人 在每一個生命的過程中 都在找一個暫時的答案 在老師的循循善誘之下 我們提取我們自己所不認同的 所忽略的我們認同的東西 去討論跟彼此交流 然後 老師很喜歡上課的時候 大家彼此提問這種感覺 然後 上課其實也不侷限在學習單 或者是課本或獎益上面 我覺得十分重大的一部分 都是在溝通上面 大家都在溝通上面去進行這個 學習的過程 而這樣的學習讓我 真的學到了很多東西 是從學長或者同學之間的 俐落的語言表達 或者是一種很完備的思考 我覺得我都學習到了很多 而且也從 跟老師、助教 還有同學之間的交流 我覺得 我也在嘗試練習一種語言表達 如何更加的精確 更完整表達自己的想法 而選擇與承擔 這邊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一整堂課程裡面 其實都一直充斥了選擇 而這樣的選擇 其實都是 有一定的風險跟責任在裡面的 有時候是從我們 期末報告的主題選擇 到可能只是 上課的時候老師的一個問題 老師可能給了我們幾個選項 我們是怎麼從那些選項中選出一個 經過自己思考過後 自己最喜歡的答案 或許它還是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而這些選擇 所伴隨的就是一種 為了選擇而去負責的態度 並且在負責任之後 會得到一個結果 我們必須去承擔這些結果 而這些結果 都會變成我們成長的一部分 在進行選擇思考的部分 以及選擇之後的努力去付出 到最後的成果的接收 這些其實都是成長的一部分 而且我發現 可能人生中 也是由這幾個步驟伴隨在一起 循環循環而成的 期末報告 我報告的是原人觀的部分 原人觀是一種自我調適 是一種如何在不同環境之下 找到自己節奏的一個思想 我在這份報告的時候 主要是以兩篇論文為基礎 再搭配一些網路上 書本上 以及其他論文的一些在要 然後以自己的一些地場 跟觀點和生活的例子 去搭配而成的 那在報告的時候 一開始 我先以內在思想跟外在的一些表現 去做出闡述原人觀的一些想法 接下來 我就以那種方式 我把內在思想跟外在表現 合成一起 以當作一個核心的思想 然後 以幾種 我試著嘗試去找出幾種 跟這個核心思想有關的東西 然後去嘗試用這些東西 去表現出原人觀 那我覺得 我這樣做的做法 就是有這種 另外一種詮釋的這種做法 其實 也是表現出原人觀的一種態度 除了報告之外 我們的期末還有 互評的這個部分 互評的部分 是要以三分鐘之內去 闡述別人 你負責的一個同學的報告 那在 我負責的是 一學系一年級 子蓉同學的報告 那 在報告之前 我其實就看過他的 文本跟參考資料 那這包含他的參考的論文 然後在報告的時候 我們其實 也是嘗試去 剖析他的一些 報告的特色 以及他的一些想法 以及為什麼他要選那個題目 當作他的 整個報告的行為報告 我覺得 這個互評機制 就是這樣子去訓練我們表達自己的一些想法 以及去了解別人的好 以及他的一些特色 不完全是批評別人 但除了 自己的 身為報告者 或者是評論員之外 其實 台下的助教跟學生 也會負責 嘗試去記錄 一些自己所聽到的東西 並且在報告結束之後 可以進行提問 這種提問其實也是 讓自己去練習 除了去接受知識之外 還可以 嘗試去 有一種懷疑的態度 在裡面 而不是完全的 一味的去接受這些知識 並且嘗試 表達自己的想法 這也是一種舉手的勇氣 自我評估 是整堂課程中 我覺得一個很有趣的活動 從課堂一開始的時候 老師就問 大家希望在這堂課程中 付出了多少 而大家又希望 可以獲得了多少東西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也是大家 不太想要去面對的一個問題 大家可能都很想要 付出很少的東西 可是得到很大的回饋 可是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結果 往往都不是這樣子的 而這樣的一個問題 其實也在整個課程 測成的進行中 一直不斷的出現 而這些出現 其實也是同時在提醒我們 自己當初取下的一個諾言 以及我們 避免自己去 這樣子忘記了當初的想法 而有所墮落或帶墮 在整個課程結束的時候 老師又問了另外一個問題 請你為自己這整場學期下來的表現 平上一個分數 其實那個時候我已經忘記了自己到底會 在學期開始的時候平了多少分數了 可是後來 我還是嘗試 就我自己的課程的表現 去平上一個我自己滿意的分數 先不跟分數為何 我覺得 這其實就是一種 為自己負責任的態度 我們永遠都必須 為自己的選擇去做出所謂的準備 並且去承諾我們的後果 說到準備 在課程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有停到一張學習單 我寫下這樣的一個 一段敘述 我們永遠處在一種準備的狀況之下 以面對未來的各種環境 跟一些條件 而這樣就是一種選擇 與負責任的精神 這樣投影片的背後 是我在學起最後一堂課的時候 老師請我去念一段 他希望我們 期待我們 或者是提醒我們 在未來的生活中的一些話 我想以此作結 也提醒我們這堂課 並不會學這課程結束而消失 我們永遠都活在當下 永遠都在不斷地仿佛去思考一些 同樣的問題 謝謝 謝謝 各位 各位貴賓 各位老師 還有各位主教 還有為我打氣的同學 大家好 真的謝謝你們 今天 然後我是物質系四年級的郭安同學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修人文講座課 應該也會是最後一次 那我今天要 好今天要報告的是 文化相對認中的人理 好好當天要我 當天要我 好 好 今天我要報告的是 文化相對認中的人理與道德 那我們在講這個主題之前 那我們要先討論到民族中心論 不曉得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看過左邊這部電影 叫做大尾如漫二 那片中那個橋段就是諸葛亮 然後他就模仿達悟族人 然後就說 滴啦滴啦 然後或者是說你笑欸 然後就是非常多活緣亂語的一些 模仿一些 其實不是原住民語的語言 然後 然後 然後又利用那個 達悟族人抗議核廢料的 做場景 然後就把它 端上喜劇電影節目 可是這局 引來了非常非常多人抗議 那為什麼會有抗議 因為 甚至有很多名人都說 其實這根本就沒有歧視 那為什麼 為什麼會引來那麼多的爭議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了解到文化相對認 跟民族中心論有什麼差別 老師在課堂上就開中民意講了一句話 我們在用客觀知識做出主觀評價之前 是不是應該要轉換一下 那個客觀知識甚至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些主觀意識 那不會是那個文化的主觀意識 那個每個文化的主觀意識都非常不一樣 更不用說 就是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族群 還有很多的性別 然後還有很多人種 宗教 甚至是很多的文化 其實這些都會引來非常非常多的爭議 那就像 右邊這個叫動物方程式 那今年的也是蠻紅的一部電影 那他其實裡面就 紅金豹有一個角色叫紅金豹 他就說到 就對那個哈豬地警員說 這個兔子真的好可愛喔 可是問題是 這句話其實是有問題的 因為 因為其實我們通常 兔子之間可以講人家是可愛 可是別的族群去講別人是可愛的時候 那可能就會有問題 因為 因為這就顯示到文化相對認中的 我們都是用自己的主觀意識去評價別人的身材 或者是別人的美醜 那忘記忽略到說 其實我們每個人本質都是不一樣的 那其實事實上也都沒有一樣 可是 不一樣就可以去任意地去歧視別人嗎 我想這個答案是 我要先給大家一個問號 沒有說是對或錯 那 那接下來我要探討的說 主題都會比這個來得更加的沉重 那 有包含 艾滋 還有 生死一體 甚至是包含身體整形的部分 那我就接下來看下去 好 那接下來就是 這是邵華老師的研究主題 就是在民主學研究的主題 就是 艾滋 土皮 和成癮物質 那下面那個是非常著名的那個 那個 我忘記叫什麼的影片 就是 他關於講一些成癮的時候 然後 他就是講到說 其實我們 為什麼我會物質成癮 是因為沒有跟外界有良好的連結 就是addiction的部分 那 然後上面這個是 邵華老師的著名代表作 叫我的梁山兄弟 他當時在四川 就是中國四川的梁山 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研究了一個叫諾蘇人 那其實在中國當地人都稱為是遺族 其實看出來 從這個發言就可以看出來 其實中國人對於遺族 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歧視和不解的 那 那 我要 在翻到下一頁之前 我要特別講的是說 就是 老師在這個研究 就是花費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 然後 他其實但我們具體名的了解到說 其實鴉片這個物質 其實在 諾蘇人的眼中是非常有價值的經濟作物 然後他其實 其實當地人是 反而沒有那麼的 在意說有沒有誠意 然後 他們甚至覺得說 如果能夠擁有這樣的物質 其實是在當地人說是高貴的象徵 甚至 他們青年都會希望可以在外界 就是耍一耍 好 那下一頁就是 我要分別去探討說 這三篇就是有關於愛滋 或者是毒品有關的新聞 其中有包有點 那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 這個的話就是 有關人謠言的部分 就是 就是我們常常看到新聞有什麼 愛滋罐頭 或者是什麼 香蕉有沒有愛滋血之類的 那或者是 會常常在什麼 馮甲夜市亂傳的時候 會有人亂刺針頭說 有愛滋血 例如說像下一篇新聞 就是或者是 毒販之類的 可能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從這篇 這篇記者其實有帶有非常非常多 大量性的歧視性的字眼 去描述這個毒販 其實事實上 因為其實如果只是一部分 寫愛滋 愛滋病毒要傳染的話 其實是要大量的提議的 那一點點的血 然後如果你的身上又沒有傷口的話 其實是完全不會傳染 可是 大家看到 看到愛滋病的人 看到喜就會怕了 那甚至是說 我們根本就會拒絕跟愛滋病的人 就是面對面 擁殘或者是 面對面擁抱之類的 好 那接下來最重要就是 最沉重的議題就是 其實這個議題就跟 死刑要不要存廢 是一樣是沒有解答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多問題 就是 到底哪 除罪話還是入罪話 才能解決問題 其實到現在還是沒有答案 然後 其實我也在這個議題上 常常去做網路上去發表辯論 然後 其實有很多人都不認同我的看法 可是那也無所謂 因為其實 這個社會本來就是 民族多元的社會 我們應該要 在用 就是 自己的評價 做出決定之前 要先去聽聽別人的聲音 好 那接下來就是講到 死亡標準和器官移植的部分 就是 在以前死亡的標準 其實是以屍體撫爛為主 那到後來因為 因為醫療技術的進步 所以就開始認為說 以心肺死作為標準 那 因為 因為如果一個人的心臟 或者是 肺臟 沒有辦法進行呼吸 呼吸的運作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確定的說 這人死了 可是其實 我們 直到現在 這個也不一定是唯一的標準 因為 我們現在有非常非常多的 維生器 比如說葉克膜 或者是心肺 或者是什麼 AED之類的 都可以 甚至 就是用非常非常強大的儀器 讓人 維持正 正常的生理運作 可是 這時候就引來了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要把死亡標準 就是延後到腦死嘛 也就是說 現在腦幹死 可是 其實這也是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這樣的死亡定義是因為 因應器官移植而生 那這樣就要講到 美國跟日本 在死亡判定上 其實有兩個不同的想法 就是由 瑪格麗特這個人類學家所說 就是 美國是認為 醫生可以決定一個人死亡 可是 日本的話 他們認為醫生是不能決定死亡的 這 就如同那個 非常著名的海賊王漫畫 我可以 可以描述一位吸藥課醫生 他就說 人什麼時候會死 他 他就說 其實被世人遺忘的時候才會死 而不是 中了槍 或者是吃下毒藥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日本是非常非常排斥 死亡標準是由醫生來決定這件事 那時候我們就做了非常多的角色扮演 比如說 病人家屬 醫師 還有等待器官的人 好 那因為時間不多 我就接下來講最後一頁 那接下來就是講性別身體和整形的部分 就是我們一般認為性別都是 有男有女 還是陰陽人 可是其實這些都是僅限於那個生理性別 其實因為性別還有包括心理性別 還有性別氣質 甚至是性傾向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這樣概觀認定 比如說像右上角這部也是今年非常著名的電影 叫做丹麥女孩 就是描述最早被歷史記載的 那要變性成粒粒的心路歷程 那就是跨性別者的代表象徵 那假如講到跨性別的話 就不提到 比如說有一些性別轉換手術 甚至會有什麼減肥藥抽脂手術 這些身體整形的部分 那這又會是另外一個面向 因為其實不只是性別 甚至是譬如說像在巴西 我們就要談到有個東西叫做身體政治 什麼是身體政治 就是說譬如說最簡單的例子是說 譬如說人每一天就是我們要上課 或者是說我們要自出兒席去做歐歸 可是再上大業班的人就不是這樣 因為他們要 因為對愛人說大業是真的工作時間 那這個就是因為受到身體政治的影響 意思就是說 我們身體不再能夠自主掌控 而是被外界的經濟因素所壓迫 或者是政治因素 那其實我們都以為 韓國是非常著名的整形國家 可是其實事實上不是 事實上巴西還比韓國來得多 那這就是要提到說 因為巴西這個國家 有非常非常多的歧視 他們就對於說越黑的人 他們就越不能得到工作 相對如果他們就是巴西的左派政府 認為如果人可以白一點的話 說明他們就會得到比較好的工作待遇 所以就造成非常豐盛的整形潮 可是這是一個治標 而不能治本的做法 好 謝謝各位 間斷的講述 我們這門課 遲到非常非常多豐富的主題 活動就到這邊結束 那最後我們的閉幕是 邀請我們的鄭凱元院長來 為我們講一些話 感謝鄭院長 OK 謝謝 這個謝謝大家聽到現在 那我也非常享受 今天下午非常多元豐富的這個同學的報告 那要不要最後一場壓軸的 我覺得就是說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你是大事人 那就是說其實同事的課在雅民 我覺得有一點比較可惜的就是說 因為雅民很多科系都是有國家考試各方面 要聽醫院自習 所以修課同學比較多是大一大二 那反而是大三大四高年級 甚至有一些ER 大概大五大六 在人生進入越來越複雜的階段 其實是更需要人文同事的這些配備 所以你大師來修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剛剛你說這第一次修 應該是把握機會 因為是最後一次修 因為有畢業了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我們應該也可以再努力一下 那不只是我覺得高年級 就是說剛剛看到很多小大一同學的報告 都讓我非常的驚豔 就是說在裡面呈現出的那一種邏輯結構的嚴謹性 或者一些議題的深度 我都覺得有點可觀 那剛剛我跟彭曉妍老師得要錯過中間兩三場 因為我們就是到外面去討論 我們昨天在中研院有開推動小組的會議 那裡面我們有一個議題 就是說 現在總計畫這邊 就是在暑假可能會推一個像 做一個專題研究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這專題研究就是想要說 如果同學修了這些課 想要再更深入一點點 做一個稍微做一個模擬的研究的一個題目 在人文領域 那雖然你是學科學 學這個 學生科學醫學 但是想要在人文這邊 有這樣的研究的經驗 我們也在研你 是不是可以來 也找我們人文領域的老師 包括在中研院 或者是在我們洋裡面 來指導你們 所以 讓你們就是說可以 同時是 兩邊的人 也是科學人 也是人文人 那我們那年代有 有讀那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就國中我們有讀陳芝帆 然後他有一些賞文 那我有時候在想 陳芝帆是電機上非常有成就的一個學者 但是我想他後來的成就 應該他電機做什麼 應該沒人記得了吧 那他被記得的是 他是一個文學家 或是他是一個有思想的人 那我想我們這計畫 滿重要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訓練出來的科學人才 是一個有思想的人 然後可以帶領我們的這個國家 往前走的這樣的人 所以就也謝謝 就是說這整個計畫 我覺得應該是 最重要的 是這個核心的助教這一群 我覺得他們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然後中研院的老師當然就不用講 就是精銳請嘲而出 然後我們也在討論說 之前有教過這門課的老師 他們應該有不少 也都有點懷念我們同學 那我們再看看是不是說 我們在下學期 我們有個機會 可以讓教過我們這個課的老師呢 我們可以聚一聚 然後包括跟陽明的老師 這個一起聚 然後我們再一起來討論 就是我們這些課這樣上下來 我們可以怎麼樣延續這些課程 然後有什麼機制可以再做出來 讓同學的那個深入度可以多一點 這邊就是跟各位同學先大概做這樣的一個 整理跟預告 好 那高副或 潘明基院長要不要 稍微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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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